身体 你来真的 够了 不用你说我也走 以免被你拖累 这一万块 一万块对你来说也不是很多吗 什么 你刚买了辆车 小伟 你听我说 我真的是急去用钱 要不这样吧 你先还我一半好了 好不好 你说什么 对 我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钱 可是你问我借钱的时候 你问过我什么时候要钱吗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帮我弄一张担保信 我有朋友急着要去英国 吃饭钱都没有拿来钱买机票 来 准备了 3 2 1 开始 来 再往上一辆 来 再把身体拉高一点 来 再快一点 去看看怎么样 行不行 行不行 怎么样 不行了不行了 他说不行 找的什么样的人 再来 再来 收工 收工 再来 你先 这有一些 嗨 水空 我去哪里 我等了半天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没口给你吵架 我现在跟你对不起的了 有什么好对不起 你看 我买了这么多东西 那么有诚意 我是过分了点 对不起了 好了算了 那你去原谅我咯 好了 我没生死气了 太好了 你说的没错 我的确是一无是处 你怎么了 不算你 不过 有句话你也说挺对的 我的话还挺值钱的 你签的协议书 出卖你自己的作品 我不去签这些拿来的钱了 我签的好了 明天就会去买金票 可以去签证 我好像是表母拼命 什么拼命 妈 轮重的来回 击败还有一些路费 拿去 喂 你拿了那么多钱 放心 我不是偷来的 我什么本领都不会 就是玩的本领很高 先生 我可以当替身 你行不行啊 试试看就知道了 那他试试看了 走 我可以当时 再高一點 好 OK OK 好 大概兩層樓那麼高 等一下 擔保書 等吧 明天一大早就拿著機票文件還有這個擔保書過去 我包著你英國理事館的人一定馬上發簽證給你 明天晚上你就可以氣沉出發 謝謝你 我說 乾杯 就當作是我們最後的晚餐 什麼最後的晚餐 認識我是你運氣好 來 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到底是怎麼樣一個女孩 前兩天還在大街上蹦蹦跳跳 無家可貴的 可是今天 都可以找到一個英姿公司的朋友 幫我簽一份擔保書 幫我做幹嘛 還有啊 你得運運很流利啊 來 不要轉話題 這一次是你欠我 以後你一定要幫我 我幫你什麼呀 我自己都最算難保 我還幫你 替我找個好男人 讓我轟轟烈烈的哀一場 老喂 喂 你答應我得一定要做 哦 哈哈哈哈 我做我做 我做我做 請進 欸 欸 那個大雄怎麼樣 拜託 我還沒有輪入到這種地步 欸 那個大雄還不錯哦 沒感覺 這是你沒感覺的 欸 你快去弄行李了啦 這邊我來說就好了 欸 欸 你有時候還蠻可愛的 啊 幹嘛 你該不會是對我動心的吧 你對我有一點動心 好吧好吧 我還不是輪落到這種地步吧 還好我也不喜歡你 還好還好 欸對 我希望我從英國回來的時候 你可以不住在這裡 欸 你討厭人家也不用那麼直接吧 不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 那 你看我會在英國呢 在兩三個月 那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你會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你會找到一個好的男朋友來照顧你 欸 如果這樣的話 你當然要離開這裡了 啊 是啊 對啊 對 當然那個時候 我肯定已經離開了 我肯定 好啦 你趕快去整理行李 去賠商會去啦 是 我肯定 你會找到一份工作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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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你偷徐公的机票 谁偷他机票啊 他忘了拿了,我回来帮他取 哎,你早说嘛 谢谢你啊 哦,我赶时间,你关门呢 哎,小弟,麻烦你再洗一下了 你去玩吧 老仔,我给徐峰出去送机票 三十分钟肯定回来 怎么了 哎呦,是你自己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哎,我早的东西都送了 包主婆的我也送了 包主婆刚刚打电话来说 早上送早餐的时候你掉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不可能啊,我全都配齐了 刀叉 他们家没刀叉的 他们家自从那个维多利亚成绩丢了以后呢,就没有买过餐具 那么口吗 他是个很怪的人啊,家里不会藏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 那么变态啊 这是一个生活的态度 是一种情境 哦 变态 还是变态 我跟你讲啊,你要想保住你的饭碗的话 你一定可以有那个英雄偶像 刘翔的书女给我送过去 刘翔,刘翔是谁 你,你开脑,你给我滚了 如果当时大琼把那个人撞昏 那我就不会受伤了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请坐 小心,小心 要点点什么 一套早餐 好,妈来 谢谢 来 来 iek 咖啡 咖啡 谢谢 慢慢享用 老板 这个女孩你认识什么 诶 是飞扬吗 你认识她 我认识 她又住隔地 常常认识早点的 你跟她是朋友 是 是很好的朋友 哦 还行 那边卡 八折 白小姐 我是大熊 给您送刀枪 好 哟 等一下 我听了电话啊 啊 对不起啊 白小姐 哎呀 再新点 要有风度嘛 要想休养啊 喂 哦 是花店呢 哎 我想问你啊 那个兰花 新鲜不新鲜呢 哦 好 那就给我送两盆来吧 就叫那个 上次那个女孩送来吧 对了 就是不会说话的 眼睛大大的 长得挺漂亮的那个 半小时没有死到 晚了我就不要了 知道吗 好了 那谢谢你了 再见 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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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回来啊 飞扬 麻烦你赶快开开门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 道不合不相为谋 为了避免耽误 许凤的大事 等你回来 我再好好地跟你胜仗 不用了 我已经主动送上门来了 我还带了两颗非常新鲜的 香味道的面包 好香啊 对呀 开个门再说吧 你搞什么搞 这机票寻风改得要的 你不是改时间吗 为什么还回来啊 那现在怎么办吧 都失了 妈 你干什么 坏速烘干 你不会把他都烧了吧 好了 你帮我送过去吧 我 你帮我把机票给徐峰送过去 我送你两颗香给辣烤面包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啊 这你就别问了 总之是两颗最香脆的烤蒜泥面包 两颗厨师上了 牛胃 不够吧 一个巨型的海鲜 大爆起司的披萨 一瓶上等的黄金 成交 太好了 谢谢 又怎么了 你是会手语的对不对 嗯 那你能不能教我 你好吗 怎么说 这么复杂 怎么复杂 我是说 你得提供上个里拉 免费吃一天 啊 不要拉倒 我要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你教我 那个 小姐你的笑容真美 我想和你做朋友 怎么说 这个重色亲友的大雄 居然答应了 就是因为这样 我去伦敦的机会 就给他断送 跟您俩是吧 先生 请问您昨天是和一位女士一起需要紧急签证吗 对对对 是我 我是这样的 我想通过您了解一下这个女士的情况 可以吗 啊 哦 这样吧 等我把手头上的事交代完再和您说清楚吧 哦 师傅啊 你自己靠边亭就可以了 我自己下去 啊 Mr. Xu 啊 excuse me but for what reason do you need to go to England for 啊 I'd like to see my girlfriend 她在那边 请问您工作还是读书 他在那边 他在那边 excuse me 读书 读书 啊 according to the paperwork here I I have agreed to give you your visa 真的 我从你给你 Thank you 啊 no problem I see that 啊 you're taking a two week holiday from your employment so okay so the visa that I give you is for two weeks okay um but I-I-I need to see your ticket oh sorry uh they're on the way I'll-I will stamp it once you've uh once you're bringing it in okay I know I know 把手回 jewels re Bana Tiffany travel 噗 喂 你好香格里拉 我爱扎秋你怎么还搞的 你怎么还没过呀 你机票我给飞扬了 不知道为什么 到我知道机票在飞扬 hablando 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刚好那个时候又来了一阵不明的怪风 我的内心忽然不安静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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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弄我的呀 去吧 不客气 飞扬 你还在干嘛 我 飞扬 飞扬 我爱你 你放开我 哎 先生 什么事 我这片拿来了 麻烦你帮我交给你吃 我下去下马上就上来 谢谢 你别再烦着我 飞扬 我还是爱你呢 不要离开我 喂 干嘛呢你 关你什么事 雷杨 让我回到丛侠好不好 行了行了 你放开 干什么 你们有话不能好好说呀 你认识他 你们什么关系 我现在住他家 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普通关系 那是你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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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点 放开 你不要说了 你听我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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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峰 接着发生什么事 我完全不知道 雪峰 你真对你 因为我昏迷了 腹部中了很深的一刀 伤及了内脏 他们替我输了很多很多血 至于那个何达 当场就被静意有为的市民抓住 送去了派出所 他承认了一切 说其实他是被情感冲昏了头脑 而我刚好在他最失控的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 唉 又是偶然 世事万物的发生 都真的离不开他吧 我会不会相信 没有你 我的笑 更美丽 你醒了 那天听你在 你笑话里 最难抱歉的 欢喜 你不能忍动 你说半生 还能忍动 你 都恨你啊 刚才被你那么一闹 我都不知道签证有没有出来 什么刚才 已经是五天前了 你昏迷了五天 签证在当天就已经发下来给你了 五天 雅签证 他们只答应给我两个星期的时间 那 那现在不到时间了 不行 我得马上走 你不可以乱动 你伤得很深 你知道吗 不要 不要你帮帮我 我一定要走了 不可以 水光 不要 不要 不要我求求你了 你别拦着我 你不明白吗 他一个人在英国孤苦伶仃了 那天我还骂了他 现在他生死为博 我一定要去找到他 你不要想太多 他会明白的 好了 飞扬 现在我弄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你 我算跟你扯平了 你别拉拦着我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更有责任要照顾你 好了 你别拉你 你干什么 不是 不是你听我说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一定要去英国 你别拦着我 我看你现在一定不知道 你伤得有多严重 我上去救人的护士 我 你合作一点好不好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不行 你一定要遇到这两伤了 你合作一点好不好 你知道我一定要去的吗 你自发你现在伤了很久 你呛一点没命 我一下让你走 后我们就等于是间接谋杀 没事 不行 你帮我走 小心 走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不去英国了 张辉就会死的 那他死了吗 我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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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这刚冻完手术的人 和鱼汤最好了 可以让伤口很快复原的 嗯 嗯 嗯 诶大熊啊 给他鱼 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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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熊啊 这鱼一定没刮 别刮您去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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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别急别急 来 将你挂鱼铃 这样子 啊 嗯 走啊 这样子 哦 那我找话 都把这鱼给剁一下 啊 诶 大熊啊 我这个 剁这刀呢 诶 救命啊 诶 诶 你干嘛 你干嘛 把刀放下 一天到晚跟飞翔过不去 还玩刀 给我 哼 他自己做的好事 还人精 弄死算了 你又怎么了 我没怎么啊 坏事做的太多 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吧 我来提醒你 为什么来了一阵怪风 哦 真是天之我也 嘿嘿嘿嘿 来来来 我来帮你 还是我来 我来我来我 哇 你们老板也太安心了 这么多花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搬就这样去啊 哎 你还别不以为然 你今天碰到了我 我就绝不可能让你来搬 这件事情包在我大熊身上 看不起我是不是 你别看我瘦 葡萄凤里都是重 摸摸看 对啊 我也觉得我们还没那么瘦 没关系 下次再摸 你休息 我来半块 我明明吩咐 不让咱们送来怎么是他呀 你 我不够行 哎 小姐 您别误会 花是他送来的 我是碰巧 送外卖经过而已 这花 不应该送在楼上 我吩咐过 这花 应该送在楼下 哎 放在院子里 哎呀 你呀 你的记性有问题 哦 好了好了 赶快把这花送到楼下去 记住 要让所有啊 出入的人 哎 都有那种 含笑恭迎的感觉 哎 又显得高雅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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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把这些都搬下去的 这也是我的荣幸 哎 哎 不要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动手 男子汉 一人做事 一人当 我会把这些全部都搬下去的 放心吧 我会把这些都搞定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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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回去了 我要回家了 天哪 多甜哪 要下个星期才能见到她 不 我不能再等了 你别卖关子快说 对啊 然后呢 然后呢 他们都是你爱的 然后呢 成了雨季 雨季带着 悄悄的来 不不不 最好的幸福 是把一个人记住 最好的辛苦 是想你想到哭 最好的满足 是你给我的答案 我爱上了心里 才变得你心疼 那你们干嘛打你啊 那还不是拜某些汉人惊所赐 我还会叫的都是什么什么 你很可爱啊 我要帮你啊 他叫我的什么 全部都非常下流 我想和你做情人 还有你看我 还有你看我 我很想问你 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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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吻你 小姐你的胸很大 哈哈哈哈 哎呦 没有啊 你怎么那么顽皮啊 哎 可是大熊 这不是正合你意吗 你说什么 哈哈哈哈 你还护着他 哈哈哈哈 不行 我跟他没玩 啊 大熊 大熊 好痛哦 哎呦 哎呦 我这么贴 叫坏 不要在此花里没有玩 这个不是过很危险的 大熊 再坏试试看 坏试试看 坏试试 你干嘛 我不上 我猜不要跟你这个害人情 有任何瓜葛 你走吧 我等下一趟 我告诉你哦 徐峰昨天晚上患病房 你如果不跟着我 你也找不到他 我就不会每次罗每次罗的喊啊 徐峰 徐峰 不要骚扰别人 就算了 我想让你个儿少跑得还挺坏的嘛 太平静 女流氓 混蛋 谁像这是不进电梯的 是大熊吗 徐峰 我来了 大熊 哥们 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快 快帮我把身子紧 来 这是干什么 怎么还绑着啊 快点 快点紧 哎 不可以 这也太不人道了吧 这得绑到什么时候啊 三天 医生说三天后放人 三天以后的签证就到期了 放人还有用吗 你也太毒了吧 什么时候就轮到你当老大了 我告诉你 今天我大熊就要松开他 怎么着吧 好啊 如果你想害他 你就让他上飞机去英国 在中途的时候伤口爆开而亡 你尽管帮他松绑吧 你别听他胡说 我没有听他的 可我也不能让你去死啊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不是 你别冲动 你听我说 我初中吧 有一个同学 他肠胃有病 后来他就去开刀 后来呢 他就不听医生劝 一定要提前回家 结果路上 那个车子就一颠一颠一颠的 他就觉得手上 什么东西滑溜溜的 一看就是他的肠子 呦 儿子死了 所以你就别怪兄弟我了 在这好好休息 听医生吩咐呗 混蛋 混蛋 再给你个混蛋 我没说到 我说你呢 我 我问你 那天我明明是让你来送机票的 你干嘛让飞扬送啊 对 就是他 骂得好 你太是非不分了 这件事情到底是谁搞成这个样子的 要怪只能怪某些人 乱搞男女关系 玩弄别人的感情 诶 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怎么都乱搞男女关系了 哼 我听你在警察局路口供的时候 听得清清楚楚 原来是你抛弃他 不是他抛弃你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抛弃我了 那天我在图书馆 看你被他打了一巴掌 我还以为 你以为那是你自己的想法 不代表是事实 是我自己不好 早知道他就不管你了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躺在这边十多天 就足足发了十多天的脾气 你都敢来躺十多天试试 你放心好好的养病吧 不用想去英国了 反正张慧他很好 你怎么知道 一个多小时前 他打过电话来家里 精神很好 声音听起来也很理智 很平静 谁接着电话 你接的 当然是陈飞扬我 那他有没有问你 你是谁 为什么会在我家 还用问啊 不过我已经先帮你 臭骂他一顿了 什么 不是吗 他太认识了 有说不好好读 学人家搞什么自杀 哎呀 你知不知道连我大雄也不敢在徐峰家随便接电话 啊 你难道不知道他那个张慧是多么难搞的一个人 他已经讲是全世界的女人从四十岁到八十岁 全部是他的情敌 你居然敢在徐峰家拿着他的电话去骂他 你以为你是总统什么事都可以管 你想害得徐峰跳的黄河洗不清是不是 你想把他烦死啊你 别生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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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那么多 你没告诉他我出院了吧 有啊 我有想说啊 还没来得及说他已经气得挂电话了 生气了 白痴啊 这看不出来生没生气啊 走了 你气死他 对不起哦 走了 我先走了 对了 徐峰 我想到一件事情你一定会很高兴 又怎么了 今天早上我替你把RJ罗琳的画快递到英国去了 我还没画完呢 你问看他 什么 黑眼圈 我为了你熬了一整个通宵帮你把剩下的画都给画完了 你 你怎么可以 走走走你跟我走我不要看到你 我做错什么 你做错了什么 程小姐 你是天真的还是白痴 你难道不知道创作人最怕的就是别人改他的作品 你凭什么帮他慌 你凭什么帮他记你还在这篇字幕可以 哦 小姐 你今年多大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 你还真是有电声没娘娇哎 我当然知道创作人的东西不能碰啊 现在是非常实情 况且 如果我有错的话一人做生意人章 你也不用骂我妈啊 我告诉你 你就是自作主张厚颜无耻 你一定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你 程碧阳 你真的很麻烦 好 你不用说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